店的話根本就是阿密的天堂啊 我今天來到了這第一個地方 就位在星沙 星沙其實是所有的觀光客 都一定會來逛的地方 近兩年來 就是年輕人崛起最常去的一個地方 它這邊有逛街 跟有非常非常多無數的咖啡廳 只是呢 就是我今天介紹的這家店 它比較神奇的地方是 它是把咖啡廳結合了化妝品 跟結合了美容室 那如果你們來韓國玩的時候 其實可以找一點預約 像這種化妝的地方 化完妝以後再去玩一整天 心情都會很好妝 因為大家一直敲完我 沖哈的妝 所以等一下就來看看 化出來會變成怎麼樣 在說必要結婚時間 在說明明天也有逛街 如果沒有想要結婚時間 沒有想要結婚時間 沒有想要結婚時間 還有那種很難 Republic 寫到結婚時間 對 努力的程度 在說明天也有結婚時間 不管你沒有結婚時間 是真的有結婚時間 我根本人不可以想像一路嗎? 那是我的結婚時間 真的有點像耶 好可怕喔 是因為這樣水渣都說我上沖房嗎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我們現在移動到下一個地方 下一個地方呢 我們來到了這家店 這家店的話根本就是 ARMY的天堂啊 滿滿的BTS 然後聽說這裡是所有的ARMY 一定要來朝聖的店家 因為呢BTS在練習生的時期的時候 就會一直來這家店 整家店全部都是 而且EZ應該看起來很多是粉絲給的 連天花瓣全部都是 這邊還會有這種獨家的小禮物 我們前幾天來的時候 正好遇到JIMIN的生日 超美的 做得很好耶 我覺得老闆娘應該想不到說 她只是餵食了一群的練習生 覺得現在這個練習生變成 下一屆的P頭寺這件事情 可以講P呢 蠻帥的 我看有點害羞 我都不用吃飯 光看就飽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老闆娘特別找了一張我朋友喜歡的照片給她 我現在對面看到我朋友就是旁邊都是花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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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寒流粉 如果你要追BTS的話 根本就不可能不去江陵 江陵本來就是週末一個很常會去的地方 當天晚飯或者是週末的時候去玩 都是一個很棒的一個近郊海邊 高鐵出去玩的的話 從2017年 他們的鐵道公司叫做 Korel Korel的PASS呢 它就是有分兩天三天四天五天 預約火車票 一人一天可以預約兩次 就變成說都包含在那個票的費用裡面 所以如果呢 你想要離開首爾 然後搭乘KTX 就是到處旅行 你可能去完這一站 然後想要搭火車 再去下一個城市的話 買那個卷子有可能會比較划算 而且只有外國人可以買 住在韓國當地的外國人也可以用 所以如果有在看影片 住在這裏的台灣人的話 不要錯過這個 我們現在到了江陵站 從12到20到20秒間 我真的想去看你吧 爸爸 我们现在去BTS 餐厅 但是感觉如何呢? 太好了 BTS 的巴士站 这边来拍照 因为这边有个拍照亭 刚刚这边还大排长龙 但这附近真的真的 真的只有巴士站 我不想老实讲 其实如果你来江林的这个BTS公车站 你們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寫廚門景 那邊就有一個很大的水產市場 去那邊吃海產 就會建議你們正好安排一餐 比如說中餐或晚餐到那邊吃 韓國最近就是很流行黑芝麻 這個是黑芝麻的拿鐵 黑芝麻的義大利冰淇淋 也是黑芝麻的 它還沒通過 黑芝麻的 還這樣的 通常如果到韓國這種市郊來玩 不只是外國人 一定要去傳統市場 因為傳統市場就是會有很多當地好吃的之外 其實就是有點像是夜市啦 我們台灣去不知道去哪裡玩 我們也都會跑去夜市吃東西一樣 就是會有一些名產 但也會有一些到處都有的東西 重年糕店 我們可以就買一個吃看看 靠近海這邊買這種乾貨也很棒 那你如果在超市買會有點貴 可是來這種魚貨市場就比較便宜一些 然後我們通常在路邊不是會有那片一片在賣的魚乾嗎 就是這個東西 然後你就回家以後拿油去榨它 沾美乃滋吃 我剛剛問了就是常常來江陵這裡的人 所以他跟我說這家是最多人吃的 這個塔剛中它在二樓是有座位的 這個是辣的 所以它有放那個青陽辣椒 外國人最常要問的就是塔剛中跟洋蔥有什麼不一樣 塔剛中吃起來外面的那個糖是硬硬的 洋蔥蔥炸雞外面再淋一層醬而已 塔剛中好不好吃就取決於在它那個口感 你在吃的時候外面有點硬硬黏黏 我覺得我們的影片很有趣的話 記得按訂閱還有出外唷 陪你娘整天在抱怨他看我的影片 他覺得我都不逼大家訂閱我們 他覺得我都很freestyle 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天的江陵旅行 这一次主要帮大家准备偶像会去的地方 那其实像江陵这个地方除了BTS的公车站之外 还有像是鬼怪拍摄地点也在这附近 所以如果呢你有考虑到首尔近郊的话 可以搭KTX两个小时就到的地方将临 就像今天这样子从早到晚 现在正好晚上八点 再搭车回首有大概十点多 一天旅行就这样结束了 那我们就下次见了 我是台湾妞 拜拜